深圳有女士优先的车厢在地铁里面 而最近2022年刚刚开年 1月2号一段女子在女士优先车厢内 挨个嘲讽男乘客的网络视频 一下上了热搜 这段视频在一节标明了 女士优先车厢的地铁 车厢内一名戴着帽子和口罩的男 女子对着一名男子嘲讽道 恭喜你2022年成为美丽的女士 祝你减肥成功 都2022年了 还有男士好意思坐在女士优先车厢的座位上 说着说着女子情绪越来越激动了 在车厢内走来走去挨个数落男乘客 姑娘激动了一点 话没错 女士优先的车厢应该优先女士就坐 女士优先也不是男士不能坐是不是 又不是女士专坐 这段视频出来之后引起大家的争议 所以我也想问问我们这个手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你认为女士优先的车厢里面 蓝乘客能坐吗 蓝乘客能进这个女士优先的车厢吗 所以这个事情还真是一个满棘手的问题 新年假期当中应该是人不多的时候 你去凑那个热闹干嘛 深圳是在首尾头和尾两侧开这个女士优先车厢 在国际上也有这样的先例粉红色的车厢 粉色车厢的目的是杜绝色狼 不要有色狼上去 但是目前国内其实不具备这个条件 所以深圳率先搞了这么一件事 也是自找麻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